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找什么呢 张三门长 你拿了这个是什么材料 渡江作战的资料 我要的就是这个 小路 这儿拿着 这不能带走 这些资料我要汇总分析 形成门戒 好让速副司令回来之后 对咱们全军现阶段的修举及样工作 有个全面的了解 正好嘛 这个样子 小平同志 让我把渡江作战材料整备好 你找几个人啊 把材料整理一下 抄写一份给我 我给小平同志送去 设定作战刚要 本来就是我这个参谋长的本职工作 怎么能让小平同志亲自来做呢 是啊 那这样吧 我你个草稿 你来修改审批 最后送到小平同志那儿审定 怎么样 可以 老总 雨势不停江水会实际上涨的 我们要赶紧渡江 试一下去的话难度会更大 对的 我们回去吧 走 我的邓政委 不要忘记了 这个是金护航战役的实施纲要 什么叫实施啊 就是可操作 现在各部门刚整编完毕 你不仔细地告诉他们具体的任务 和侧应的联系方式 到时候怎么指 怎么配合 这个不指 怎么不对 陈老总 你也不要忘了 这个实施前面还有两个字 战略 什么叫战略 就是对战争全局的计划和策略 你搞的这个纲要 具体到每个团的位置和任务 这不是战略 是战术 没有战术哪来的战略 这个纲要是用来指挥战斗 你不讲清楚具体的任务 怎么来实施战略目的 这个纲要是要报给毛主席的 现在党中央刚刚入城 百费代息千头万续 纲要就是要简明 额要提纲截领 在千头万续中抓住决定性的环节才行 你搞这么长一个报告 毛主席怎么看呢 邓政委啊 我小的毛主席经常夸你报告写得好 我在井冈山就跟着毛主席了 我知道他最注重细节 细节决定战争的胜利 细节决定战士的生命 没有细节叫什么纲要 陈毅同志 你这是台杠 你不是军长司长 你要站在总前委 甚至站在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位置上 来考虑金护航的战略 我们是统帅部 要有全局观念 我的同志哥 全局不是一句空话 没有细节哪来的全局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报告 什么事 邓总 张三部长有重要情况的报告 陈老总 你先冷静冷静 我一会儿去找你 什么情形啊 刘司令连打来电话 询问纲要的制定情况 他希望这份作战纲要 尽早地上报中央 原定四月十日的渡江时间不宜拖延 刚才你和邓政委 是不是对刚要的草稿 有些意见不一致啊 不是不一致 是完全不同 草稿本来就是用来商讨的 想法不一样也很正常 邓政委说 刚要要讲战略 抓决定性无措 我们那个叫战术 不行哦 哪个说不行了 我话还没有讲完 他这个活气哦 大的哟 我失急了 我们的战士 北方兵居多 大多数都不懂水性 现在呢 南风不断 雨多 水流急浪大 要对一千多公里的战线 做战略部署 不稀释到团一级的 怎么能把战损降到最低啊 你考虑得很对 我也想了一下 以后张参谋长 你这份草稿完善以后 可以作为实时细走 这个作战刚要吗 我们是要把哪个兵团 哪个军 向哪个方向打 怎么打 怎么突破江坊 以及给指挥员的激动余地 有多大 具体的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以及各兵团指挥官 这个我来写 你们这份纲药啊 给我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那你可要抓紧 刘司令员催着要纲药 你看看 这个急性子啊 我连夜写 行不行 好好 熬夜辛苦 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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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阵势够大了啊 黄专员 你行啊 不仅得罪了保密局 还惹上军部了 就是啊 你说我 我这 这区区一个银行的专员 怎么得罪你啊 黄专员 这件事 你懒得了一时 懒不了一时 好自为之吧 丁明 这个 您拿好 这就走了 是 是 唐子良 怎么办 你干这架势 还能运着走吗 被似的黄金 走吧 撤 走走快点 这人是谁 雄军的秘符 要转移黄金 毛仁峰知道你掩护黄老 离开上海 火猫散仗 下令保密局要逮捕你 外面是我们的人 你立刻跟他们走 再晚 毛仁峰的人就到了 这个事我能应付 现在耽误之急 是你要帮我把这个人 送出上海 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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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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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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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出锅的 热包子 小姨 小姨 大马 你怎么强 我都不信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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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 别发疯了 行不行 你送我回去 走 走啊 走 走 走啊 别发疯了啊 给我 跟我回去 走 走 干什么呢 陈队长 起来 别闹了 我有话问你 跟我来吧 干什么呀 本潘队长说了 这个女人一步也不能离开 晚安 走 邱国英同志 我是音音 李白怎么样 我们会全力营救 你放心 我见得过他了 他伤得很重 当务之急 是你和孩子必须马上离开上海 毛色的人盯着你们 太危险了 我不走 如果 给我风风沙沙的 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 如果他们打算对我下手 那也就是说 李白没得救人 你要有信心 组织就是我的信心 以前我和他是战友 现在我们是夫妻 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 我有能力保护好我自己 请你九处礼拜 让我们团聚 你快去 因为你都要 赶紧 先给你 保护呢 他不是 他在连好 有能力保护的 他 和新来 你的想法咧 李宗人和谈 蒋介石捣乱 他们两个关系不好 但在拖延我们过江 这件事情上 倒是很默契 一千多公里的战线 各部门不可能等齐了再过 依据现在这个情况 我的意见 能过江的先过江 各业战军全体指战员 奋勇前进 坚决 彻底 赶紧 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 一切敢于抵抗的 国民党反动派 解放全国人民 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 独立和完整 保护 中亚来电 去南京 开快一点 是 邓长尉 来到这么快 是啊 路上我就知道了 三十五军 有人误误闯司徒雷登 住处的事情 这个事情怎么办呢 遵造中央指示啊 让陈世举和袁仲贤 加强对卫戍部队的 训练和管理 这是中央来的电报 早都会定了 这各国的大使馆 公使馆 领事馆 还有其他的外交机构 一定要予以保护 没有特许 不得进入室内检查 这一次南京的事情 要属实 可以认定为伪纪的行为 予以查究 外交部小事啊 这件事刚刚发生 西方的媒体就开始 通过广播和报纸 提出抗议 说我们的部队 严查盘问大事 罪名够大 只不过 我们原计划 一个半月的渡江作战 三天就搞完了 入城纪律落实不到位 难免要出乱子 你